不然沒全飲就先喝人家大廳的飲品好不好 免費的一定要大喝特喝一下 而且又是老爺 沒有錯 我們又到老爺了 欸 說真的 我們自從就是 去了礁溪老爺之後 跟我妹就默默的許下一個願望 制霸全世界的老爺 於是在這次 我來到了台東 先來個台灣最遠的老爺 對 我真的覺得台東的老爺 跟我們之前的老爺完全不一樣 他在這邊有很多圖騰和原住民的元素在 我覺得可能也是因為在台東然後地大 所以進來大廳超大 這趟旅程唯一讓我覺得不是很開心的點就是 我們帶了兩個小飛飛來 就是我男友跟我妹男友 我妹男友還會幫忙做一點事 但我男友從到尾他就會再打 不然高手 這個是晚餐券 晚餐券 紅色是明天的早餐 那早餐時間是6點半到10點 那這裡是我們的設施表 那我們有三個包吻泉的地方 那我們晚上8點半有一個 原住民族島表演 待會3點半有一個做傳統點心的活動 設計我們有兩個時間 9點跟下午4點 老爺一樣 設施很多 我光講解就要講解了大概5分鐘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要進房了 有人把行李就是專門拿到房裡 我剛剛是不是觀光一下 住在730730的朋友嗎 怎樣 一開門就可以看到正前方的景色 喔 不一樣的欸 我覺得每一家老爺 在不同的地方 他的設計什麼真的不一樣 像資本老爺 他就是 滿滿的木頭 給你一種很野外的感覺 一進來了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 整個大面積的 那個衣櫃竹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保險箱 但我們一輩子都用不到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然後 這裡還有東西 來看 層架下面有 欸 有泡湯袋欸 泡湯的時候可以 中間你的東西去 還有 浴衣 南瓜好愛看大梯有人穿浴衣 這裡是 為什麼還有一個浴衣 這是小朋友的嗎 真的欸 看起來像是有小朋友的浴衣嗎 有可能 他有個不確定 然後這裡是拖鞋組 那拖鞋應該也是可以到處穿著走 在你老爺裡面 好 那我們先來看浴室 這邊 它是完全的乾濕分離 這裡呢你看起來就是 廁所跟浴室 然後當你把浴室門打開之後呢 你的洗手台跟浴室就會連結在一起 這就變成主角隔絕外面的一道門 你看像是這樣子對不對 我關門 這就是我的個人空間了 然後洗手台有兩個我覺得很貼心 這邊是貝瓶 不知道為什麼有侍女專用啊 我不知道了 侍女裡面是什麼 化妝棉 髮圈 指甲修的那個刀 浴帽 髮雕露 第一次看到髮雕露欸 裡面是那個溫泉泡小指 溫泉池欸 資本果然也是要泡湖溫泉 雖然是一個七月大熱天的 他告早值蠻深的 最高高的人應該也可以 Follow me 然後兩張雙人床 還有一個落地窗 他這邊有寫房屋員的名字欸 你看親愛的貴賓 你的房間由我為你清掃完成了 然後他就會寫房屋員的名字 你記得他的名字 要是你有東西忘了在房間的話 你可以說可以請XXX幫我看一下 這個旁邊有沒有充電座 然後這邊一樣有兩組插座 閱讀燈 我幫大家 將貼一下小知識 你知道我自從現在地球人改版之後 就變得比較像抑制節目 你知道為什麼每一間飯店裡面 都要放聖經嗎 那是因為他們要宣揚 就是基督教希望可以傳播到全世界 而且很多人可能 自己一個人就是 情緒不好的時候 稍微看一眼 搞不好可以救人 那種感覺 好那接下來這邊有個小沙發 然後還有小桌子 然後電視是直接對床的 還有叫Room Service的地方 就是我們今天 我們中午等一下會去吃一個餐廳 然後那個餐廳好像 所有的東西都供應到 12點以前都可以叫來房間裡面吃 我覺得它這裡的價格真的很輕耶 對啊 春果汁才65元 這邊有個抹茶甜點 然後四個茶杯還有水都在這裡 這裡有冰箱 冰箱裡面有我早上買的紅茶 跟蘇寶 因為我們整車的人 沒有一個人喝過馬苦茶坊的那個 兩隻甘露 結果花蓮馬苦茶坊不用排隊 你戳一下比較便宜 結果一喝完 我們今天超想再買一杯 好那這邊 杯子玻璃杯 跟茶葉 而且這種烏龍茶耶 我來看一下這個什麼 它竟然有附這個 超大瓶 特裝瓶 好那既然這樣子 我們要趕快下去吃午餐了 因為我們其實 應該12點就要吃了 但是我們一點一點多才到 這裡餐廳的Menu呢 就是房間Room Service 它全部都有 另外兩個人現在打罐來高手 如果他們這趟旅程你這樣打上去 我們兩個吃會有點開心 我覺得很好吃耶 對啊 很多好評耶 而且有時候我男友的好看 因為我男友是一個蘿莉巴索歸 好吃嗎? 你可以出聲講講 好吃 那早期在台灣還沒有流行 溫泉度假飯店的時候呢 我們開了裸湯的鮮麗 我們半三腰 這邊有一座新月風裡 它就是一個仿製式的泡湯環境 而且是由日本的設計師來規劃的 我們台東最有名暑假就是熱氣酒加年花 我們是幫客人做一個很完善的規劃 建定了我們的專案 我們就是專車送你過去有早餐盒 走專屬通道去搭乘洗流體驗這樣 我知道老爺最有名的就是配套 可是已經賣完了明年輕早 不好意思喔 你要follow我們嗎? 我表哥 哦你好 你要follow我們一起聽資本老爺的解說 因為我表哥太晚說了沒有訂到房間 啊真的嗎? 他去住隔壁了 他直接資本老人 資本老人 誰是資本老人啊 資本老爺很好 這個都是給小朋友的 對這個部分的話是我們每個暑假寒假 我們都會有小朋友的活動 對 就是爸媽可以丟包小孩給你們的日子嗎? 爸媽就可以去 因為五天室宴他都住在這邊 家長不在身邊 好爽 五天室宴出了言 而且這五天都有不同的活動 那媽媽可以假借來探望小孩 順便泡個湯嗎? 當然可以啊 那可以丟包三十天嗎? 整個暑假 幫你以後會呢? 幫我以後會 拜託給我三個月的套裝 哈哈哈哈 我男友跟 你男友現在要出去play了 自己去預約撞球 我有搞錯嗎? 我們倆在這邊辛苦拍攝 然後他們去打撞球 那反正呢 他的B1 就整個就是一個娛樂中心 他有一些關於你可以上網啊 還有一些大喜的體感VR啊 健身房啊 射飛鏢啊 撞球台啊 還有兒童育幼肆 育樂室全部都在B1 陳丹加油 忘了忘記倒馬家 只能錢到 好了 好險有記到我們手間 那我們現在先站好位置齁 地上都有紅色數字嘛齁 緊張在紅色數字後方 好 右手拉到右眼 我送你的不要 你送我幹嘛 我送你的 你跟他說你幾秒就好囉 那我要計時喔 那我要計時喔 開始 幹嘛 因為我們已經到吃晚餐時間了 然後我男友堅持要洗澡 他是一個超級怪的人 你還有10秒 好 你自己去 我跟著你等一下 嘎嘎 就用身體擦一擦而已啊 擦三下 擦五萬 擦三下 我還要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呢 metro 他們兩個好像是火燭 飆湯 你也沒看過這音樂卡 äischen歐 我們要停泡溫泉 就是泡全台灣最早的裸湯 剛剛這一段我就覺得超美 超日式感 很像蜜淨泡湯那種趣味 對 老師我覺得剛剛好 看完表演直接過來泡湯 沒錯我覺得我們這個行程蠻好的 老爺真的好忙喔 超忙 見片的妹 跟他耍背的男友 跟 我正在灌籃高手的男友 男友是一個很宣布拍照的人 因為他說他小時候 是當模特兒拍照 他把熱愛攝影 結果他長大之後 他就對拍照這件事情 有一點點厭惡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五年 我們照片大概 有五十張嗎 這是一個溫泉要泡好泡手的感覺 其實我們昨天晚上有來泡 那個日式的裸湯啊 他真的比較不一樣 就是用石頭 那個圍基層的那個 池子 對 但相對來說 因為他比較早期 所以他的池子也比較小 對 然後也因為這樣有人數上的限制 這裡就比較大 然後人也比較少 對 對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想去體驗 那個很傳統的日式感覺 因為這裡面有一個很喜歡的東西 哇我這邊好像是使用這種小船把它買回去 它是一個全身風乾肌 你只要站在上面 你的風就會從下然後往上這樣吹 而且它裡面還有 比如說眼鏡智放架 跟那個洗眼鏡的機器耶 然後這裡的貝品 跟 嬌西老爺的也不一樣 不一樣 然後可是他們的貝品 也是用我一個一直在觀望的品牌 喔 那 化完溫泉 等一下要去 可愛動物區 好可愛喔 漂亮喔 每隻兔子有自己的窩耶 真的好可愛喔 為什麼鳥的顏色都這麼鮮豔啊 對啊 超漂亮的吧 這裡有什麼嗎 有鹿 它在左邊吃飯 真的耶 有兩隻耶 好 Alice É 居然 我是 這個